舔鸭洗脑,雅虎拍卖饭受终 第一条,为保护刑事案件及减速流氓案件之证人,使其勇于出面作证,以立犯罪之侦查、审判,或流氓之认定、审理,并维护被告或被移送人之权益,特制定本法 本法未规定者,适用其他法律之规定 第二条,本法所称刑事案件,以下列各款所列之罪为限 一,罪轻本行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二,刑法第100条第二项之欲被内乱罪,第101条第二项之欲被暴动内乱罪或第106条第三项,第109条第一项,第三项,第4项,第121条第一项,第121条第一项,第2条 第122条第三项,第131条第一项,第142条,第143条第一项,第144条 第145条,第256条第一项,第3项,第257条第一项,第4项,第296条之一第三项,第298条第二项,第300条,第339条,第339条之三或第346条之嘴 三,贪污至罪条例第11条第一项,第2项之罪 四,惩治走私条例第二条第一项,第二项或第三条之罪 五,要施法第82条第一项,第二项或第83条第一项,第三项之罪 六,银行法第125条之罪 七,证券交易法第171条或第173条第一项之罪 八,期货交易法第112条或第113条第一项,第二项之罪 九,枪炮弹药刀谢管制条例第8条第4项,第11条第4项,第12条第一项,第二项,第4项,第5项或第13条第二项,第4项,第5项之罪 十,公职人原选举罢免法第88条第一项,第89条第一项,第2项,第90条之一第一项,第91条第一项,第91条第一项,第91条第一项之罪 十一,农会法第47条之一或第47条之二之罪 十二,余会法第50条之一或第50条之二之罪 十三,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第23条第一项,第3项,第4项之罪 十四,洗钱防治法第9条第一项,第2项之罪 十五,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第3条第一项后段,第2项后段,第6条或第11条第三项之罪 十六,营业秘密法第13条之二之罪 十七,陆海空军刑法第42条第一项,第43条第一项,第44条第二项前段,第5项,第45条,第46条之罪 第三条,依本法保护之证人,已愿在检察官侦查中或法院审理中到场作证,陈诉自己见闻之犯罪或流氓事证,并依法接受对质及结问之人违宪 第4条,证人或与其有密切利害关系之人因证人到场作证,致生命,身体,自由或财产有遭受危害之余,而有受保护之必要者,法院于审理中或检察官于侦查中得一职权或一证人,被害人或其代理人,被告或其辩护人,被移送人或其选任律师,辅佐人,司法警察官,案件移送机关,自诉案件之次诉人之申请,和发证人保护书。 但时间急迫,不及合发证人保护书者,得先采取必要之保护措施。 司法警察机关于调查刑事或流氓案件时,如任证人有前项受保护必要之情刑者,得先采取必要之保护措施,并于7日内将所采保护措施承报检察官或法院。 检察官或法院如任该保护措施不是当者,得命变更或停止之。 申请保护之案件,以该管刑事或减速流氓案件之法院,为管辖法院。 第五条,申请和发证人保护书时,应以书面记载下列事项。 一、申请人及受保护人之姓名、姓别、出生年月日、住所、身份证统一编号或护照号码。 二、作证之案件。 三、作证实项。 四、请求保护之事由。 五、有保护必要之理由。 六、请求保护之方式。 第六条,检察官或法院医职权或医生请和发证人保护书,应掺着下列事项定之。 一、证人或与其有密切利害关系之人受危害之程度及迫切性。 二、犯罪或流氓行为之情节。 三、犯罪或流氓行为人之危险性。 四、证言之重要性。 五、证人或与其有密切利害关系之人之个人状态。 六、证人与犯罪或流氓活动之关联性。 七、案件进行之程度。 八、被告或被移送人权亦受限制之程度。 九、公共利益之维护。 第七条,检察官或法院合发证人保护书,应记载下列事项。 一、申请人及受保护人之姓名、姓别、出生年月日、住所、身份证统一编号或护照号码。 二、佐证之案件。 三、保护知识由。 四、有保护必要之理由。 五、保护之措施。 六、保护之期间。 七、执行保护之机关。 前项第五款之保护措施,应就第十一条至第十三条所列方式着定之。 第八条,证人保护书,由检察官或法院自行或发交司法警察机关或其他执行保护机关执行之。 前项执行机关,得依证人保护书之一旨,命受保护人遵守一定之事项,并得于管辖区域外,执行其职务。 所有参与和发及执行第一项保护措施之人,对保护相关事项,均负保密义务。 第九条,执行证人保护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检察官或法院得依职权或依第四条第一项之人或执行保护机关之申请,停止或变更保护措施。 一,经受保护人同意者。 二,证人就本案有伪证或诬告情势,经有罪判决确定者。 三,受保护人违反前条第二项应遵守知事项者。 四,受保护人因案经羁押,鉴定留置,收容,观察恶劫,强制借制或移送监狱或保安处分处所执行者。 五,应受保护之事由已经消灭或已无保护之必要者。 第十条,保护措施之执行机关,应随时检讨执行情形,如危害之余已消失或无继续保护之必要者,经法院、检察官或司法警察官同意后,停止执行保护措施。 但其因情势变更仍有继续保护之必要者,得经法院、检察官或司法警察官同意,变更原有之保护措施。 停止执行保护之案件,有重新保护之必要者,检察官或法院得依职权或依第四条第一项之人或执行保护机关之申请,再许可执行保护证人之措施。 第十一条,有保密身份必要之证人,处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其真实姓名及身份资料,公务源于制作笔录或文书时,应以代号为之,不得记载证人之年级,住居所,身份正统一编号或护照号码及其他族姿识别其身份之资料。 该证人之签名已按指印代之。 才有保密证人真实身份资料之笔录或文书原本,应另行制作卷面封存之。 其他文书足以显示应保密证人之身份者,一同。 前项封存之笔录、文书、处法律另有规定者外,不得供阅览或提供侦查、审判机关以外之其他机关、团体或个人。 对一本法有保密身份必要之证人,于侦查或审理中违讯问时,应以蒙面、变声、变相、视讯传送或其他时当隔离方式为之。 与其依法接受对质或结问时,一同。 第十二条,证人或与其有密切利害关系之人之生命、身体或自由有遭受力及危害之于时,法院或检察官得命司法警察机关派员于一定期间内随身保护证人或与其有密切利害关系之人之人身安全。 前项情形于必要时,并得禁止或限制特定之人接近证人或与其有密切利害关系之人之身体、住居所、工作之场所或为一定行为。 法院或检察官为前项之禁止或限制时,应和发证人保护书行之,并载明下列事项。 一、受保护之人及保护地点。 二、受禁止或限制之特定人。 三、执行保护之司法警察机关。 四、禁止或限制特定人对受保护人为特定行为之内容。 五、执行保护之司法警察机关应对受保护人为特定行为之内容。 前项证人保护书,应送达声请人,应受禁止或限制之人及执行保护措施之司法警察或其他相关机关。 受禁止或限制之人,得对检察官或法院第二项之命令或裁定声明不符,其程序准用形式诉讼法之规定。 第十三条,证人或与其有密切利害关系之人之生命、身体、自由或财产有遭受危害之余,且短期内有变更生活、工作地点及方式之确实必要者。 法院或检察官得命赴短期生活安置,指定安置机关,在一定期间内将受保护人安置于适当环境或协助转业,并给予生活照料。 前项期间最长不得于一年。 但必要时,经检察官或法院之同意,得延长一年。 所需安置相关经费,由内政部编列预算之应。 法院或检察官为第一项短期生活安置之决定,应和发证人保护书行之,并应宋达生请人,安置机关及执行保护措施之相关机关。 第十四条,第二条所列刑事案件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于侦察中公诉与该案案情有重要关系之代正事项或其他正犯或共犯之犯罪试证,因而使检察官得已追溯该案之其他正犯或共犯者,以经检察官是先同意者为宪,就其因公诉所涉之犯罪,减轻或免除其刑。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虽非前向案件之正犯或共犯,但于侦察中公诉其犯罪之前手、后手或相关犯罪之网络,因而使检察官得已追溯与该犯罪相关之第二条所列刑事案件之被告者,掺着其犯罪情节之轻重,被害人所受之损害,防止重大犯罪危害社会治安之重要性及公共利益等事项。 以其所公诉他人之犯罪情节或法定型较重于其本身所涉之罪且经检察官是先同意者为宪,就其因公诉所涉之犯罪,得为不起诉处分。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非第一项案件之正犯或共犯,于侦察中公诉其犯罪之前手、后手或相关犯罪之网络,因而使检察官得已追溯与该犯罪相关之第二条所列刑事案件之被告, 如其因公诉所涉之犯罪经检察官起诉者,以其所公诉他人之犯罪情节或法定型较重于其本身所涉之罪且成经检察官于侦察中为第二项之同意者违宪,得减轻或免除其刑。 第二项情形,被告所有因犯罪所得或供犯罪所用之物,检察官得生请法院宣告莫收之。 刑事诉讼法第253条第二项,第三项,第255条至第260条之规定,于第二项情形准用之。 第15条,检举人,告发人,告诉人或被害人有保护必要时,准用保护证人之规定。 政府机关依法受理人民检举案件而任应保密检举人之姓名及身份资料者,于案件移送司法机关或司法警察机关时,得请求法院,检察官或司法警察官依本法身份保密之规定时以保护措施。 第16条,公务员泄漏或交付关于依本法应受身份保密证人之文书,图画,消息,相貌,身份资料或其他足资辨别证人之物品者,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项之未遂犯,罚之。 因果施犯前两项之罪者,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居易或科新台币30万元以下罚金。 非公务员因职务或业务之息或持有第一项之文书、图画、消息、相貌、身份资料或其他足资辨别证人之物品,而泄漏或交付之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居易或科新台币50万元以下罚金。 第十七条,受禁止或限制之人故意违反第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经执行机关制止不听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居易或科新台币50万元以下罚金。 第十八条,意图妨害或保护依本法保护之证人到场作证,而对受保护人实施犯罪行为者,依其所犯之罪,加重其刑至两分之一。 第十九条,依本法保护之证人,于案情有重要关系之事项,向该管公务员为虚伟臣诉者,以伟政论,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十条,诉讼之辩论,有危害证人生命,身体或自由之语者,法院得决定不公开。 第二十一条,本法之规定,于军事法院及军事法院检查书检察官受理之案件,准用之。 第二十二条,本法之施行细则,由行政院会同司法院定之。 第二十三条,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修正条文自中华民国九十五年七月一日施行。 本法修正啊。 感谢观看